想知道如何打造彈性生活的秘訣嗎? 想要擁有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嗎? 我是Will 一起大膽實驗 有效實踐 夢想實驗室 人生 will be good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聽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您收聽的是Pub Radio聯播網 北部台北流行廣播電台FM9.7 陶珠苗好聽廣播電台FM9.7 溫馨的提醒一下 下載Pub Radio的官方App收聽節目 還可以跟主持人以嘉賓進行互動喔 那今天呢非常開心的邀請到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酷的Business 然後他其實不是一個Business 就是一群人在做一個非常非常酷的事情 那這個很酷的事情呢 也是最近我相信大家應該在疫情開放之後 很值得真的去了解一下的東西 OK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島內散步的執行長 邱玉邱董來到現場 主持人還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玉 哇 這個邱董聲音是非常低沉啊 感覺是很性感的聲音 以前我有練過 以前是半職業的合唱團 從小大家都有練過 哇 是吧 合唱團 太酷了 所以您想先了解一下邱董您的生平 因為其實您創辦島內散步已經超過十年了 在那之前您是做什麼還是第一分就開始決定要創這個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大學的時候就想創業 可是你可以想像看 因為我現在已經剛滿43 你可以想像20多年前台灣的環境 根本沒有所謂有人在倡議創業 但是後來當開始創業後慢慢理解到 就是因為其實我的家族 所以我是大大城人 就是我們家族在大大城住了四代五代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大城人 基本上大家都在做生意 所以我父親母親的家族 基本上都沒有人在領薪水 基因 所以我覺得是從家庭的影響 就是好像有自己的一個事業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其實真的原生家庭很重要 反正你也不覺得說這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即便所有人都覺得是我要去拿好的薪水 就覺得好像這事情就是人生要做的事 這樣子您當時是商學院畢業的 對 那後來有一段時間先到旅行社工作 那個是符合你可能自己對長期的規劃的嗎 應該講說我對我的規劃並不在於這是什麼產業 而是我在於知道我自己的核心能力 所以我最擅長的事情是什麼 對因為我最擅長的能力其實是組織的能力 因為從學生時代就一直都是在社團裡面擔任 比較leader的角色 本來是當團長啊當指揮 所以我一直很清楚知道我最擅長的就是做做 組織把一個複雜的東西變得更有系統 那這是我最擅長的事情 所以當時去旅行社工作是一個誤打誤撞 因為我當時已經考上清大研究所 那我後有時候想說大學畢業然後又去念商館 好像沒有工作之間去念商館其實沒有什麼用 對那我就想說那我就先休學好 我就去找個工作 然後想做工作兩年再回去念研究所 對那就我就隨便亂找了一間公司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就是他是旅行社但我也不知道旅行社在幹嘛 然後想說反正有一個公司 那時候那間公司叫燦興 那時候燦興才剛成立 喔燦興的 對然後他就現場問我要不要上班 就說好去上班 因為我只是想要找一個工作 然後那時候是做比較偏行銷的工作 網路行銷 我是燦興行銷部的第二號員工 就很早期這樣 然後大概做了半年就轉去做產品 因為其實我其實一直知道我最適合工作是做PM的角色 如果是以工作來看的話 對剛好有這個機會 然後也隨著燦興的一個不斷的擴大的規模這樣 那我就後來我也沒回去念書了 哇所以等於是你在燦興的工作過程當中再慢慢的去 因為你本來就是有創業的想法 那是在過程上發現說其實慢慢的找到所謂創業的題目的嗎 應該講說一開始在燦興發展到後來 我後來在燦興大概到第四年我就管整個東南亞部門 後來回頭又在監管行銷部門 同時那時候28 29就管兩個部門 那時候的創業想法比較像是說 我想要到另外一間公司去做內部創業去做他們沒做的題目 當時想法這樣 所以後來輾轉又去了兩間 後來都是上市櫃的旅行社去做新的題目 那後來發現 在大的系統裡面要去做一些創新難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你會牽涉到 我不能說主力啦 就是說他既有的企業文化 可以讓他有時候不一定能夠去做到創新這樣子 那後來最後就 那就趕緊自己出來做 哇 所以其實我從這邊可以聽到邱董 在以前已經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比如說 在大家都要找好工作的時候你選擇創業 然後你工作之後你覺得要做內部創業 老實說這個我都印象中是最近才有的概念 那你現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執行了 那這樣子在你決定自己要創業之後 就是不做內部創業 要出來創業之後 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決定要做島內散步 應該講說我覺得跟大家的創業的開始 其實只是一個概念 而不是要創立島內散步 因為島內散步其實是後面在慢慢在發展出來 就是不然擴大 所以當時我其實創業有兩個題目 一個很單純就是 現在的島內散步原型 就是我做大道成的徒步導覽 它發展變成現在島內散步 那其實我同時做兩個題目 當時比較貪心 就是我同時做了一個韓國的旅遊網站 旅遊社群網站 對因為我是做網路行動宿舍 然後我也規劃過網站跟系統 所以我有一些基本的 那麼好這樣子 對 但後來那個失敗了 沒有做起來 所以就像另外一個題目在做 這樣子所以在大道成徒步的那個 其實這個聽起來 當時它的客群是以外來的 我覺得也蠻有趣 就是說 那個想像就是說 一開始想像就是說 OK我今天是可能是吸引國際旅客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做大道成導覽 就開始提供英日語的服務 對但是後來發現這一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就是那個想那個當時的商業模式 一開始想像比較像是 你可能去歐美國家都會有那種walking tour 對的概念 對 但後來發現這件事情不可行 是因為那個 在台灣的國際旅客的base 時代太小了 即便還是在成長 但是那個量都還是太小 因為你要 養不活 對養不活你要跟歐洲那種國家就是 可能巴黎一個城市一年就是三千萬的國際旅客 對還有跟這個城市的 國際旅客對城市的影像也有關係 對那大道成其實一直到現在 即便我們現在覺得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有知名度的文化觀光旅遊地點 可是它在整個台北市的觀光地點排名 還是排不上前四名 喔 哇 對所以那時候就發現說 OK第一個就是它 而且是更早十年前大道成根本連不算是一個旅遊地點 不會有人主動去 對然後所以就很快大概到2014年的時候 15年我們就發現不行了 就轉向以國內的市場為主 對 喔哇 但是我們還是有接國際旅客 就我們現在還是有在接 只是沒有把它當作是一個主力 而是比較像是說 我們的一些既有的土逼的客戶或是政府單位 比如說外交部啦 或者是什麼國和會啦 或是清大教導很多這種國際交流 我們會來去或是國際會議我們去做之外 那大部分還是以國內的客戶為主 喔 所以其實是國內的2C也是都有的 2C 對 但是我們現在是以2B最多 對到最近這幾年就是發現2C 就是你比不過那些大的平台 你是要做更能夠更有效益的去接單 就以2B為主 而且是因為你們對在地的理解 可以有更多的客製化這些 對更多的客製化 對 喔了解 所以其實這一路走 我感覺 邱永你應該經歷過很多的 所謂叫Pivot 對Pivot很多次 非常多次 哇這個真的是 大家看起來很理所當的東西都是很不簡單的 那因為我看到您現在在 每一個創業都不簡單 現在整個台灣是好像20幾位同仁 現在30了 喔30了 然後台北新竹跟嘉義三個辦公室 對 哇 所以現在會有發現說 因為新竹嘉義等於是中部跟南部 但你南部放在嘉義我覺得蠻酷的 就是不是在台南 因為我知道台南好像是很多人去的地方 對 我覺得我們在做新竹跟嘉義剛好是兩種不同的決策 新竹就很明確就是 OK他就是除了台北之外 最有消費能力的目標客群 那嘉義的點 就很多人問我什麼是嘉義 是因為我其實非常重視人 人的價值 然後跟我的同事 或者是我的合作夥伴 或者是甚至我的客戶 是否跟我有相同的 導演跟導演三部是否有相同價值觀 對 所以當時為什麼選擇嘉義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地方發展策略 我就問同事說有沒有人想要回家鄉發展 那怡秀他是嘉義人 然後他在台北工作五年 那其中三年在島內散步 那他才說 其實他是大學畢業以後才來台北工作 對 之前都在嘉義 那他就其實是期待人生 應該就是要回到嘉義去工作 OK好 那我們就來去看嘉義的市場 目標市場是什麼 然後做地方的資源的一些調查 目標客戶的一些假設 然後就會讓他回去 對 那其實也發現嘉義其實是在六度以外被低估的一個市場 因為其實嘉義是整個雲家南平原的消費中心 對嘉義的人口跟彰化是差不多 但是他擁有三間百貨公司 然後Costco不是在台南而是在嘉義 哇 對 所以他其實有一些 真的耶 低估他的消費能力這樣 哇 而且這起初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決定 哇 非常感謝秋龍 因為他必須要能夠理解我們的 我們的理念 任何我們理念跟我們做法 那到時候在地方推展就會更順利 哇 非常感謝秋龍得這一段分享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夢想實驗室人生will be good 哈囉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島內散步的執行長 邱羽 邱董來到現場 那剛剛邱董在第一段的這個分享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這個現象 就是邱董在一開始提到他創業並不是懸產業 而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他很喜歡可以做這個組織 然後去溝通 當你的把很多東西複雜的東西可以系統化 那也後面呢 我們看到他在決定把點設在嘉義的時候 起初也是一個非常以人為本的決定 就是有認同自己組織價值觀的夥伴 那待一起過了 而且回到那邊 真的也開始去發現很多 其實本來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他是一個雲加南的消費中心啊 他的人口數跟彰化是一樣的啊 那甚至做出可能跟Costco一模一樣的決定 這是非常非常這個明智的 所以其實在島內散步 連IKEA也去 所以這個都是世界級的決定 所以這個邱董您在島內散步 一開始雖然說很多不一樣的PIVA就是轉折啊等等的 一開始選在大稻城 而不是其他比較知名的點 他一開始的考慮是什麼 一開始的考慮實際是我在2012年開始做大稻城鬧爛的前兩年 2010年我就預測到大稻城會崛起 所以這個是後面你們在規劃行程的時候都會以這種方式去計畫嗎? 應該講說開發路線 他可能比較像是個人的直覺 但是他是有一些脈絡 那慢慢去累積成我們去做對每一個地區要發展的一些價值判斷這樣 就比如說我們研究發現 澳嘉義是一個雲家南消費中心 然後他至少有帶地的一個基本的消費者客群在 那只是為了去滿足他的需求 如果假如我們服務的內容去符合他的需求 那那個策略為什麼 那一樣大稻城是當時 大稻城都還沒有所謂這種文創商店的時候 我就預測到大稻城會崛起 所以就做這個事情 這樣子在島內散步 因為你們強調的是深度的導覽 然後是比較可以用永續的這個方式 所以他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可能規劃要素是你們會在開發的時候有考慮進來的 我先回到就是為了你所說的永續 就因為我們對於永續的定義有兩個大的項目 一個是這個永續他必須是符合能夠呈現地方的價值 那第二個事情這個永續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商業模式之上 然後他才能代表永續 而不是只有完全是只要文化保存或是環境保護 這個先回應這個永續這個邏輯 所以那回到這件事情上 所以剛剛我回答2010年我們就預測到大稻城會崛起 所以他必須要是有商業的機會 第二事情是他必須 他回歸在地方的文化的價值 或是我們在做一些環境液體的倡議 因為我們最近也開始在做像水資源啊 或者是食物的食農的議題的一些遊城或是體驗 對那怎麼樣再去找到這個地方他獨特的文化的價值 或是環境的價值 然後對接到對的目標客戶 對那這是我們我們的蠻多的去做這樣的考量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能比起傳統在開發所謂的旅遊路線 它是一個要更多功課的過程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賣的比別人貴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在地方的基礎建設是花很多時間 甚至我們在不只在台北 我們在新竹在嘉義 甚至台南跟大溪 我們都培訓了我們在地方自己的導覽員 就是我們自己招募自己培訓當地的local guide 哇 一般的船旅行設施 我有一個tour guide 把人帶過去當地 然後交給地方 可是地方有時候它的服務的品質 不一定能夠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變成 必須要在地方去訓練我們自己的人 持續的去生根 我們才能去把 維繫我們的核心的理念 從當初大到成我一個人開始在到來 要用什麼樣用地方的視角 然後去呈現地方的價值 而不是一種完全是以外來者的角度 或是完全是以商業的角度來去做 就是在商業跟地方的環境文化的保存中間 怎麼樣去持續找到一個發展的路徑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樣也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人就是比如說像 我的很多長輩 他們會去這種旅行團的東西 那因為他就是剛剛您提到 外來的人來到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會去那些可能 關起門來賣東西的那種地方 對 這就是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體驗很不好的地方 對 我現在這也是在島內散步裡面 我們希望真的是有在地的人 可能是甚至有文化情感的人 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風景 對 可是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像您的每一個路線開發 要做很多很多功課 那這個過程當中啊 你要符合所謂的地方創生商業發展 他有沒有碰到過哪些可能您比較印象深刻的困難 我覺得通常我們會碰到的困難大概會有兩個點 第一個事情是 就一樣都是從這兩個視角來去看 一個是我們進入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地方的夥伴 他是否能夠認同我的理念 還是一人 對因為比如說地方的 比如說我們在招募導覽員的時候 我們常會碰到一種狀況 我們在訓練他的時候 他會說 我就是想要講這個地方的故事 我就想要把我想講的講完 可是我們就必須要考察他說 其實你想講的事情 是你的客戶不一定會想聽的 那你就會影響到客戶的體驗的品質 我們又必須要去溝通這件事情 那回過來對客戶端的時候 我們又要去設計 從我的文案到我的視覺到我的體驗 我要先吸引他進來 讓他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 有價值的獨特的 然後進來以後 我再把我們想要表達的 一些地方文化的觀點 或是環境保存的議題 保護的議題再告訴他 所以他就是不斷我們會不斷在這兩個不同的價值觀之間 一段在找取得一些交集 然後每一個地點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去規劃一個路線 或是我如何去招募客戶 那其實都一直在這兩個 不斷的在做 我覺得這個有 剛剛邱董有提到 非常practical 就是很直接落地的一個點 就是可能對在地很有感情的人 比如說他是非常偏向於地方價值的這位導覽 那他就很想講很多東西 可是當他講很多東西 客戶不一定想聽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符合到所謂的商業機會這個事情 所以就要不斷的去找到那個交集 是 那所以其實你們在選材上面也會有很明確的流程 應該講說我們在做地方評估的時候 我們會去思考 我要發展這一個區域的時候 他適合去 我擁有多少資源 然後我適合去賣給什麼樣的客戶 那因為我們也會還有一個理念是說 我們在提供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盡可能 不會讓我的客人去對地方的文化 或是地方環境造成破壞 對因為我們常會找到一些題目 可能會是比較更偏向或是漁村 那你就不可能去接納過多的旅客去 對 因為那就會違反我們的核心的理念 對 所以像規劃這麼多不一樣的旅程 旅途啊路線之後 有沒有哪一個是您印象最深刻 或者是他是可能目前為止你覺得最成功的 最成功的 其實他大部分的客戶都還是會 找我們還是會蠻多還是會走大稻埕 但是大稻埕老實講 在我們的營收比例 現在是已經應該不到應該大概頂多一層 一層吧 對已經很慢慢的 對一再往下 但是大稻埕還是一個我們蠻明星的商品 加上我們今年搬了新的辦公室 就是非常找一個近百年的老房子 做我們辦公室 然後非常漂亮的房子 那我們也是持續在大稻埕還是在深耕 對 有機會我也可以在我們辦公室走走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哇我非常非常期待可以 大稻埕還是 那當然我們在思考大稻埕 我們就會 最近我們都會比較push客戶 就是我們不是只有去大稻埕 而是延伸可以在淡水河搭船 對因為我們的理念是 因為其實台北是一個淡水河所運喻出來的城市 可是大部分人其實沒有好好的去關注到淡水河 你可以藉由從大稻埕的導覽以後 我們搭船 搭一趟船到了淡水 去感受淡水河的存在 我不一定要講很深入 關於這種水資源的議題 但是你至少去搭那個船去感受到河川 感受到這個從河面上去看河岸 然後去感受到這個城市 哇 對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 對我來講 在台北這件事情是很有意義 對那我們現在像我們在接到一些 國際旅客或是企業客戶 我們都會如果他有預算或是時間 我們都會盡可能去push他可以往 怎麼樣去更把這些想法傳達出去的一些做法 對耶其實剛剛邱董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淡水河孕育了台北這個地方 可是好像現在在台北生活的人 對淡水河本身沒有什麼太多的情感 比較少一些 真的所以我覺得可能好像這個島內散步對我而言 很大的意義是重新把那個人跟地方的感情可以連結回來 對其實為了你講的就是 其實那個才是島內散步我們真正最核心想要達成的 哇真的是很以人為本的一個企業 跟丘龍本人一模一樣 哇好感動 所以我在官網上面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官網的話 真的在整個您剛提到他版面的設計 還有我很喜歡您每一個同仁的照片都在上面 然後都非常有活力 然後看到覺得說其實很感動 你會覺得說這個人不管講什麼都很想聽 然後相信這個人是對那個地方做過功課的 那如果這個人可以稱我的導覽員的話 我會非常非常開心的聽他講 那也希望所有的聽眾朋友可以真的有機會 重新藉由島內散步來去跟每一個在地的這個文化 有一些關係有一些連結 那我相信應該會跟以往你去過的其他 上車睡覺下車尿道行程完全不一樣 OK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夢想實驗室人生will be good 哈囉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的邀請到島內散步的執行長邱玉 邱董來到現場 那剛剛邱董其實分享了很多我覺得很感動的事情 因為真的很多文化很多歷史 因為可能現在大家太忙碌了都沒有時間去好好的關注 然後就慢慢被遺忘 然後沒有去關心到真正可能跟我們生命息息相關的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本地的這些文化 所以也就島內散步呢 我很開心可以看到慢慢的有這些連結 那想在這邊也借這個機會代替所有的聽眾朋友請教一下邱董 所以像一般您在對可能2C還有2B的客戶 比如說企業等等的 剛剛你有提到說像一些到深山裡面去的 你們是怎麼樣去設計這些路線的 2C2B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好 因為我其實這幾年我不太走到現場 OK 你知道有時候老闆走到現場的時候 然後同事就會壓 就會有壓力 然後或是故意想要表現出不是平常的樣子 對 然後其實我不太去現場 那我現在比較常處理的 幫同事處理的 而是在於產品開發的策略 所以我們有一個 就像我前面一輪有提到就是說 我今天有開發這個路線的時候 我不只是在思考2C 而是我這個2C怎麼樣轉化成2B 就是把這兩個的需求 我在做同一個路線的開發的時候 一起去思考 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產品出來 哇 對 那個是我在處理的事情 那到在下一個階段 才會是到2C的體驗或是什麼 2B的體驗或是什麼 所以說您在做這個處理的時候 它兩個的差異會是在哪裡 比如說2C 它可能的目的通常都會是 2C的客戶來 它可能是週末的一個休閒活動 可是我們的2B的客戶的 它的目的是企業ESG我要做員工的照顧 甚至我可能有些企業是做一些ESG的專案 對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蠻多的服務 也不是只有做遊城的 那員工照顧它可能就會有是 像TEAM BUILDING的活動 像我們有一個科技公司1000人的TEAM BUILDING 在新竹的南寮 哇 一千人 同時一千人 對 哇 所以一千人 這個其實對於路線的設計蠻有難度的 對 那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想1000人的客戶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思考 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範疇裡面 你有哪一些地點是適合的 因為就像我以前回應到 就是我們避免如何去不對地方造成 對啊 影響 對 這個難聊 那客戶也可以接受 那我們難聊的地方的合作夥伴 跟我們新竹的導覽員 大家也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或是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去做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策略的 對我們來講比較重要的方案 不是那個服務如何設計 而是那個策略是什麼 哦 了解 因為其實從我們經驗 最近的經驗是 那個服務的設計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嗯 對 反正我今天我先策略對了 那今天客人來 或是我今天2C的場次要設計什麼 我都可以找到 除了我們自己同事有能力之外 我都可以找到對應可以去支援的外部的人力 嗯 那他就可以把這個 這一個產品做出來這樣子 但就是前提是在對的策略上面 對 因為策略不對的時候 你這個產品開發就會效益就會降低 啊 所以其實我發現您剛在提到過程當中 這種夥伴互相的suppor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那這樣你們在一開始就是那個選材的過程當中 您剛提到要認同你的價值觀 你的流程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呃 我們分幾個招募 一個是比如說島內散步的內部的同事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招募的導覽員 那第一個事情是當然一個最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這些薪資條件啊 我們都一定是要比 呃相類似的產業的競爭者來的 普遍來的好一些 嗯 對 比如說呃可能現在旅行社的 薪資可能都還在三萬三萬五 可是我們大概起薪都到 三萬五三萬八以上 甚至到四萬以上 來去給相對比較好一點條件 這是一個基本 那但是這是基本以後 但是我們在所有的真材的資訊裡面 嗯 我們不是去談薪資條件 而是我去談我的理念是什麼 跟我未來我要做什麼事情 嗯 我要發展我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吸引跟我們有相同理念 跟一起想要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夥伴加入 嗯對 因為我我談的是我的核心價值跟我的方向 那如果你的核心價值跟你想走的方向 是跟我一致的 那這個團隊的速度就會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快 哇 就是心知是基本 然後再上就是更長期的願景 跟你自己期待成長的方向要一致 哦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 等於是您在選柴的時候是非常謹慎的 對 尤其在理念這一塊 對 可是在大家都進來之後 他的整個溝通的過程是怎麼樣去maintain這個 呃溝通的過程就是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分有分不同的部門嘛 所以當然是部門的主管要不斷的去對同事溝通 那我每個禮拜的周會都會 從島內散步企業文化尊重合作開創 這三個事情來去談 如何成為一個聰明老實人 就是我們對島內散步的同事的定義叫做聰明老實人 哦 對就是也回應到呃 我們覺得地方是一個老實的性格 那在商業發展你其實是要一個聰明的性格 所以你要如何兼顧地方跟商業 那你就必須要成為一個聰明老實人 然後去談我們的企業文化 透過公司近期的一些案例 然後去談企業文化 然後每個禮拜都講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哇 欸我覺得這個我光聽起來覺得好像 身為一個聰明老實人 會讓我覺得很餘有榮焉 哈哈哈哈 對就是要讓同事覺得OK 我今天在島內散步工作是一個 就是我也能夠自豪可以站得出去的 那也同事同事之外 我們合作招募導覽員 他也會說欸 他即便不是公司的銀號是員工 但他站出去會說我是島內散步的導覽員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斷讓島內散步的品牌的影響力 在擴散發生這樣子 真的 而且其實老實說 在台灣一個企業要10年真的是 算蠻不簡單 比例是非常非常低啦 通常5年之後只剩下大概1%左右 對 那你達到了10年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感動的事情是 在這個官網上面 我們看到你的10年 10週年的永續報告 那對於島內散步有進行非常 很全面的這個審視 所以在這10年的過程當中啊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你們有達到什麼重要的里程碑 那可能接下來你覺得還有什麼 希望可以更好的地方 過去10年 應該講說前面的5年最重要的里程碑 應該是說 我們當時的品牌叫做台北城市散步 當時台北城市散步的定位是一個 文化導覽商業模式 那我覺得我自己蠻自豪的 就是說在台北城市的階段 我們只做文化導覽 然後可以變成是一個可收費 那是當時已經可以做到 一個tour可能可以收到七八百塊 兩個小時的tour 對就是 但以前這個服務是一個比較 是免費的或是低價 那我們可以收到這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自豪的 那到轉型到島內散步 我覺得也是一個 呃 我們發現說如果我們要把我們想傳達的理念 持續的發展 讓更多人知道 你就一定 勢必得要去擴大你的經營的規模 那也發現說 持續的純泡 突破文化導覽 是沒有辦法支撐更大的 收入沒辦法支撐更大的組織 對 所以就開始去發展 day two 甚至到現在是team building的服務 嗯 那我覺得在這個轉型上 就是還蠻正確的一個決策 對 甚至最近也開始 企業在談永續的議題 或是夜市的議題 那我們都有 在參與在這裡面 對 也都剛好在這個趨勢上面 逐漸的再去跟這趨勢一起成長 對 哇 所以其實因為我看到說 您的考慮典議會有包含像 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對 的這些議題放進來 所以這些也都是在後面發現說 欸企業真的有這些需求 應該這樣講是說 他更源頭應該是說 欸 原來我發現我們做的事情 都完全符合這些 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企業也需要這個 那我們只是 只是讓我的服務 換句話說這樣 簡單講換句話說 我們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那只是剛好是企業要的 哇 所以其實像我們真的會很好奇 像秋龍寧是屬於創意市價 然後自己也算是有一個 非常成功的這個企業 而且過程當中當然經歷了很多的困難 所有創意家都是一樣的 一直到現在算是 成功人士了 所謂的成功人士 在經歷這麼多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 對您而言 影響最深的一句話 或是可能你覺得 可以當作你人生 左右民的一句話 喔 其實蠻多話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想出一句話 就是蠻困難 那我覺得我可以回應到 我的經營的邏輯的話 對 我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講 因為有人說這句話是愛因斯坦講 還是什麼 我相信的是 簡單是終極的細膩 就是所有的事情 他看起來是很複雜 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那個最簡單 最單純的一個解決點 或是 或是一個pattern 或是什麼 那你只要 底層的 最底層的邏輯 你只要去掌握到 的時候 那個方法 其實就 最外顯的那個方法 就很簡單 就你剛剛問我說 我們那個體驗怎麼睡 對我來說那個已經是 最外面的東西 對那已經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最底層的那個邏輯 最重要的關鍵 是不是要掌握到 那外顯的就會很簡單 所以您自己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流程去抽絲撥檢 我覺得那個就是 不斷的去 從外部檢視跟內在檢視 就是外部檢視就是 看同事的想法是什麼 那內在的檢視就是 回到我自己內在 我覺得什麼是最重要 最有價值的事情 或是我認為 最關鍵的事情是什麼 就不斷的在內部 內在跟外在區域 跟外在區域跟自己的團隊 然後內在就是跟我自己 因為所有的 所以我想魏尔瑜也是經濟 知道這個公司一定會跟我的想法 會受到我想法的影響 那不斷的內外去找到那個 更本質性的議題 是什麼 所以您會有過什麼樣的 就是經歷是發現自己是需要改變的嗎 像2019年那時候滿痛苦的 就是說那時候我們公司從六七個人 然後當時有木裏比資金嘛 所以直接變十五個人 他還是很小啦 然後就發現說 你要怎麼樣去讓一個 我只要講一句話 五六個人六七個人就會懂 但是變十五個人的時候分成三個部門 那他就懂 對因為我在創業之前都是在比較大的 上市櫃公司 那他有自己的系統 等於是我現在那時候 我過去 2019年那時候 過去的 在大系統裡面的經驗 放在我自己公司已經不適用 所以我必須要去重新去學習 管理的方法 或是領導的方法 或是溝通的方法 因為以前我其實是不太 所以不太溝通 好像我跟同事不太溝通 反正我就做 我講了你就做 可是後來發現 那時候很痛苦 尤其是當時有一半的同事 他是帶著他過去的公司的 企業文化跟工作方法進來 那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是問題點在哪裡 人的問題在哪裡 後來才發現 原來都是沒有足夠共通 然後企業文化沒有談清楚 就讓他開始去做 沒有有共同的認知 所以前面我提到一些 因為我的做法 其實都是很 都是這兩三年才學習到的經驗 導入進來 哇 所以等於是這兩三年 對你來說是很變動很大 非常的快 而且很快的 就照我從現在 《島鏈散步》的光仔看起來 我不覺得這是近兩三年 感覺他已經經營很久的那種文化整個 拉上了 而且還中間還經歷了那個疫情 對啊 完全shut down 完全沒有營收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哇 而且因為上面已經是有二十幾個人 將近三十個人的照片在上面 但是您剛剛也提到說 19年才15個人 對 所以那個感覺看起來好像是 大家在一起共思很久 好像 這個真的在《島鏈散步》 我真的可能之後 私下要跟您多請教一下 對 我們互相交流 對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OK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夢想實驗室 人生 will be good 哈囉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 島內散步的執行長 邱羽 邱董來到現場 那其實上一段 邱董的這個座右銘 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非常的 影響深遠 很深刻 簡單是終極的細膩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島內散步在 官網上面還是邱董當中的理念 還有對同仁的條選 都是已經非常非常細膩了 所以呢 相信很多聽朋友跟我一樣 想要知道 到底去哪裡 可以找到島內散步 還有可能邱董接下來 有什麼規劃 是 其實 島內散步蠻簡單的 你就Google一下 島內散步 就會出現 而且我們心機很重 現在Google島內散步 我們就會出現 我們那個 Google的關鍵是 廣告第一條 其實是做 那個企業客戶委託 因為我們現在的策略是 以土幣為主 然後第二條才會是出現 島內散步的網站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另外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就是一直都還是在大造成 所以我們現在 在大造成辦公室算是 第五個了 第五個辦公室 就一直在過去十年 不斷的擴大團隊 所以就在搬這樣子 然後非常漂亮一個老宅 如果大家有關注到 島內散步粉絲團 應該有看到我們 新的辦公室的照片 也歡迎大家有機會 可以來走一走這樣 好棒 那接下來是有一些擴張的計劃是嗎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新竹跟嘉義 算是已經正式落地 新竹現在是四個人 然後嘉義是三個人 那我們就發現說 在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或是新竹的客戶跟雲家男的客戶 他還是有一些沒有被滿足的點 對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直到有一天會 一定會到中部發展 直到有一天一定會到高雄發展這樣子 對所以最近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準備我們在做第二次的募資的計畫 也開始在做一些財務的試算跟評估這樣子 對 因為準備要到台灣其他不同的地區去落地 我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如果 我相信就是大家看著官網這邊 應該是很希望說 附近也可以有島內散步的這個導覽員 然後帶我們去了解更多台灣的其他地方 剛剛你提到在高雄啊 還有可能是在中部的這個地區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很希望可以參加的夥伴 直接到台北來找秋董 或找同仁 那如果你是投資人的話 我相信啦 投資人也歡迎 這個分一杯根 哈哈哈哈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把錢花到這個很有 就是志向很有溫度的這種企業裡面 我覺得一直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謝謝 所以也預祝這個 接下來的募資還有擴張大成功 謝謝 OK 謝謝 好 所以今天再次感謝秋董來到現場 那如果大家對今天的主題有任何想法 歡迎到PUB Radio的官方app上面留言 如果有朋友想跟我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嘉賓 進行更多的交流 或想要重溫今天的精彩內容 也可以到臉書搜尋 will be good 黃氏豪來追蹤我 我都會把今天的精彩內容上傳 那請大家別忘了去搜尋一下這個島內散步 看一看更多台灣的精彩 那下個小星期繼續鎖定 PUB國際線 歐美航班 下週的下午4點 我們空中再會囉 謝謝大家